各位大家好 我們會買這個聲卡主要的目的啊 是要做這個歌唱的直播 通常我們的歌唱的這個伴奏 可能是來自於這個手機 比如說我們在手機上面播一個 youtube的 一個伴奏的聲音 然後這個youtube的伴奏啊 當成這一個聲卡的這個伴奏 然後我們連接這個麥克風 比如說這是動圈的麥克風 我就連接到這上面 那然後呢 這個聲卡就將這一個麥克風的聲音跟 剛剛講的這個 iPhone的這個聲音啊 混音起來 然後再丟到電腦的這個OBS 在這邊做直播 我們今天要分享是說 如何啊 用這個聲卡連接這個OBS 關於啊這個聲卡的這伴奏的來源 有可能來自於是iPhone 或者是來自於這個 筆記電腦 那連接的方式啊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藍牙 第二種啊是採用這個 3.5mm的這個 AUS印的方式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介紹說 如何採用藍牙方式來連接 還有用AOS印的方式來連接這個伴奏 然後在電腦OBS上面直播 首先啊我們先介紹藍牙的連接 不管你買這種便宜的2-30塊人民幣的這種聲卡 或者是這個7-80塊人民幣的聲卡 或者是更高階的聲卡 他們都會有這個藍牙的方式來連接 通常這種聲卡 不管你是買便宜的 這是比較貴一點 這比較便宜 這2-30塊人民幣的 其實這接口都差不多一樣啊 你看到後面啊都有一個這個動圈的接口 你看到我動圈的接口 然後這邊有個伴奏 伴奏這邊就是大概就是這邊吧 這個 音樂的這個符號都一樣 那麼我們就用這一款來做示範吧 首先呢 我們要把這個聲卡的電源打開來 然後我們現在要用這個iphone採用藍牙的方式 當成這個伴奏 好吧 我們先將麥克風給接上去 這個是動圈的麥克風接上去 然後呢 這個聲卡跟這個 電腦這個OBS啊 採用的是這個 USB的方式 找一條USB的連接線 像這種聲卡後面都有寫這個什麼你看 OTG 你就連接這OTG的地方把連接起來 然後再連接到你的電腦 這個聲卡就跟你的電腦採用USB線來連接 好我們 iphone要當成是伴奏 那麼我們就到他的控制台先打開這一個 藍牙的地方 這藍牙要先打開來 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呢 這個地方 人也要把他打開來 把他打開來 讓他閃 這台叫做什麼V8 V10 V9的 我們去搜尋看有沒有找得到 這一款 有沒有看到 V18 V19連接起來 連接了 還沒連接 再連接 你看已經連接了連接了在這邊 有寫了好 這時候啊 你的iphone 播一個youtube的影片 比如說播一個youtube 播一個這首音樂 這時候他的聲音啊他就跳到這邊來了 你看這邊在動有沒有看到 有在動 ok 那如果真的沒有在動沒關係你就往下拉 然後這邊有一個這個符號按下去 然後去選擇你要的你就選擇這一個這樣就可以了 你看這時候的喇叭是這個iphone或者是藍牙 你就選擇藍牙的喇叭 好 我們這時候就到這個OBS去做設定 這是OBS 請你先抓一個叫擷取音效輸入 然後呢 這邊去抓這個 V18 V19這邊抓起來 好 那我為了要 跟大家demo 我把這個揚聲器故意打開來給你聽聽看 但是實際上啊你們不要打開來啊 這只是做示範而已 這樣子 好 那我把聲音打開來給大家聽 阿爸還是要選realtake這邊 這樣子 然後這邊可以選一下 這邊 預設輸出realtake這樣子 好我們再把它關掉一次再打開來 有沒有聲音都出來了吧 聲音出來了 好 阿我們的麥克風有沒有混進去我們看一下 嗨 有聽到嗎 把他調成那個 K歌模式 哈囉 嗨 哈囉哈囉 伴奏大聲一點 嗨 哈囉 哈囉哈囉 可以了 哦 有聽到聲音了 接下來我們還有的是 筆記電腦當成是伴奏的來源 這是我的筆記電腦 那我們一樣先把這個藍牙打開來 這個藍牙 然後連接這個 藍牙的 名字叫B18B19這個連接 好連接好了我們再確認一下 連接了嗎好我們就打開這個YouTube YouTube打開來 好沒關係我們這時候我們選一下這個混音的對方 然後看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邊音效混音的地方 選擇這個 B18B19 你看出來了吧 聲音就出來了到這邊了 那一樣啊這邊一樣 哈囉 有麥克風好 嗨 測試 測試測試測試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大家在唱歌的時候要監聽啊 到底這個耳機是要接 筆記電腦呢還是要接聲卡 我給你答案是要接這邊 因為你如果接OBS的話 聲音會有點Delay 大概會有100到200ms的Delay 你這邊聽的話會很怪怪的 所以請你接 這個聲卡的這個耳機 你看聲卡這邊有耳機 好就把他接進去 就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聽了 你就用這邊來聽 聲音才會即時這樣子 第二種啊我用的是這個有限的AOS印的方式 你看這個聲卡後面有這個 你看伴奏的這一個 接口這個伴奏接口就是AOS印也就3.5AM 那通常會採用這種東西啊 可能是你要外掛一個 硬體的去除人聲器 讓這個 去除人聲器專門處理去除人聲 然後再丟到這個聲卡 將我們的這個 唱歌的聲音 跟已經去除好的這個伴奏聲音 把它合併在一起 我們剛才是用藍牙的方式 將這個伴奏 用無限的方式抓到這個聲卡 那我們現在採用的是有限的方式 有限的你看這個筆記電腦 這邊都有一個3.5AM的洞 不管是一個洞還是兩個洞 不管哦 都是用這樣子的頭 這個叫做3.5AM的三環 不管是一個洞還是兩個洞 都是用3.5AM的三環 以這台為例你就把它接上去 然後呢 這一頭的3.5AM呢 我們再接到這個聲卡 然後這個聲卡這邊有一個 伴奏的地方 伴奏 接進來 伴奏 好這時候啊 這支筆記電腦的這一個 youtube的聲音就會到這一台 OBS去 我們來試一次吧 有沒有出來這邊在動有沒有 一樣啊可以混音了 哈囉 哈囉 嗨 哈囉哈囉哈囉 有限的方式啊通常是要多串一個 設備啊 比如說我們接一個去除人聲的設備 比如說像這一款叫做 即時的硬體去除人聲你就按下去 然後這邊有在閃 有在閃就是去除人聲 那他的接口很簡單 有印跟out嘛 這邊就是3.5AM的印 我就把原本的這個 聲卡進去的地方把它接進來 那處理完之後他的out再接到聲卡 這樣子 這樣就可以搞定了 你看這邊有個伴奏的地方 這邊接進去 ok 好去除人聲 沒有去除人聲 去除 去除人聲 我們再總結一下吧 這個聲卡連接外部的這個伴奏 有兩種方式 一種是藍牙 另外一種是有限的AUS印 如果啊你的空間中啊 沒有什麼太大干擾 其實用藍牙就夠了啦 如果你今天你的聲卡前級 還要再接一個特殊的設備 比如說像這個是即時的去除人聲器 那他的接口就是 3.5AM的 印跟out 這時候你就要用到有限的這個類比的方式 那用有限類比的方式就要特別注意哦 因為有一些聲卡不太好的話 他可能會有一些電流聲音 通常啊你用的那個線材比較好 那電流聲音應該就不會發生了